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是四到六岁 从身体上来看 随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 身高体重增长的较为明显 在身体发育的过程中 一方面精力充沛 体力恢复的比较快 另一方面 由于它的骨骼 肌肉 心脏 肺脏等器官机能 还处于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 而较为柔弱 因此不是以进行大运动量或者难度较高的动作练习 更加不能进行专业运动人化的竞赏或者训练 因此教练在上课的时候要注意对整节课的训练链要有一个把控 应该由低到高 再逐渐地变低 在下课前一定要进行放松活动 如果是在下课前进行比较剧烈的体能锻炼 那时候孩子的激情和兴奋度是最高的 如果没有一个放松的过程去平衡孩子的情绪 那么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碰撞或者是打闹的情况 那么放松的形式可以分为意念放松 运力放松和模仿放松 所谓的意念放松就是让孩子想象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通过游戏化的方式让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情景的变化然后达到放松的效果 例如游戏风和树叶 教练是教练说出不同的风 然后孩子做出相应的反应 比如冬风就往东摇 西风就往西摇 大风就大扬 小风就小扬 运力放松就是根据音乐或者是有节奏的节拍 然后放松不同的部位 接下来就是模仿放松 就是通过模仿某种行为 然后达到放松的效果 例如模仿洗澡 可以戳戳背或者是戳戳手 戳戳大腿这些 都是把整个放松的过程变成一个趣味化的游戏 那接下来请看示范视频 有点流汗啊 那怎么样 是不是回家是不是要洗澡 怎么样 搓背 拿着装背 搓背 搓背怎么搓 搓背 这边也说一说 搓背 小班的幼儿对周边的事物充满着好奇心和模仿的欲望 他们的注意力是以无意注意为主 凡是比较生动的活泼的或者有趣的事物都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所以教练在上课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增加这些东西 或者把整个教学的活动变得更有趣一些 但是周边一旦出现一些什么心情刺激的事情 他们就会马上分心了 例如在户外上课的时候 教练要注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或者最好是选用室内上课场地 所以他们的注意力水平是比较低的 一般为止就几分钟 记忆也是以无意记忆或者是机械记忆为主 到中班大班的时候逐渐有了竞争的意识和行为 喜欢炫耀自己拥有的东西 也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和逐渐 活动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也密切地提高 无论是在自主性活动方面或者是在学习生活方面 都有了想脱离成人监管的这种欲望和行为 所以教练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意识的培养 要根据小中大班不同的情况去安排设置 整个教学的目标和教学的内容以及教学的方式 例如我小班就大部分是可能比较热情地去引导 或者是有趣化故事化这种形式 带动他们到我书课的这种动作练习的状态 中班大班大多数就是以表演鼓励这种方式去激励孩子 包括一些选一些小队长 让他去给大家示范表演 这样你可以去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同时也可以让其他孩子有想表现好的欲望 在最后推荐一本书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三到六岁儿童学经发展指南 这是幼儿园的用术 然后里面包括是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文和五大领域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让自己的无数教学跟幼儿园的发展目标性 提到讲的是幼儿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 作为一个幼儿武术教练 应该根据这些情况去安排教学的内容和实施教学的活动 希望对各位教练的教学有所帮助 我这回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如果想和我联系 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 我们下次再见